电线感冒出熊熊火光 吓得开车经过的驾驶绕道而行 彰化线西一处产业道路旁 有农田里的电箱烧毁 书定居民赶紧拿灭火去灭火 惊醒画面全被目击民众拍下 台电人员赶紧到现场维修 检查发现变电箱被雷击中 才会短路起火 风夹夹闪电宛如台风天 镜头转向台中 整条街黑漆漆一片 正值晚餐用餐时间相当不方便 店家无奈无法做生意 台中市大雅区受到雷击影响 造成该区有2000多户用电受到影响 电线遭受雷击 所以整条高雅电线掉落于路面 那目前经过台电能源紧急抢修 预计大概30分钟后 一个复电 那目前我们整段停电已经一个半个小时了 索性在台电人员贸易墙修后 在晚间8点左右 供电陆续恢复正常 同样受到雷击影响的 还有这个 长龙航空两架从香港返台的班机 以及新宇航空一架飞往曼谷的班机 飞行途中遭遭雷击 索性飞机有防雷装置 机上旅客也平安顺利降落机场 记者连缘兵 杨吉浩 陈嘉伦 彰化台中 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